因為剛剛呼籲你一點 你有說 就是說 希望說對方是可以包容你的缺點的 可是有時候缺點這種東西是要時間才看得出來的 那 是不是變成說我跟每個 例如說有可能的潛在的對象 我們都要 相處或磨合過一段時間才 真的 有辦法知道我們是不是 是啊是啊是 我跟你講 像你看我的教學 你來過我們這邊實習啊 所以說你應該很熟悉我們的教學 其實你看我們是不是都鼓吹 跟女生先短暫浪漫 對不對 你如果看我的教學的話 我們也不用打高空 也不用講得很道德 通常我都鼓吹說先短暫浪漫 那短暫浪漫以後 你可以選擇變長期 我現在長期交往的對象都是這樣 就他們也是都短暫浪漫開始 然後我也很清楚跟他們講 一開始的時候啦 講說我是定不下來的人等等的 可是過程中 我還是很喜歡他 所以說我一直繼續跟他互動 然後這互動的過程中 越來越喜歡他 因為發現 越來越做共同的特質 發現說這個人真的很好相處 然後再慢慢升級我們的關係 所以最後我覺得這個東西 其實我的價值觀跟外國比較像 外國 我不知道你了不了解 像外國 我在這邊跟各位觀眾簡單的描述一下 像台灣或者亞洲社會 華人 我們比較一翻兩瞪眼 我們就是三個關係嘛 朋友 或者男女朋友 朋友跟男女朋友之外是什麼 你知道嗎 嗯 家人 不是不是不是 朋友 男女朋友 不然就是炮友 你聽得懂嗎 我們亞洲就三個東西嘛 女生如果問你說 我們現在什麼關係 如果你講不出來 蛤 不是男女朋友就是炮友 你這樣聽得懂 一翻兩邊 在我們亞洲 我們就是三 對 OK 它在國外的社會 欸 國外是這樣 國外也是有那個什麼 我們講 炮友嘛 比如說hook up 或者是說 one night stand 但是外國有個很大的區間 叫做dating 在dating的時候 我可能跟你發生關係了 可是我一樣 有可能會去找其他人 那在外國的關係中 什麼時候叫定下來 就叫relationship 如果你聽一個人跟你跟他講說 欸 我跟 I am having a relationship with 誰誰誰 那 那就是 那就是認真的 可是如果你聽一個人講說 I am dating誰誰誰 那就是 欸還沒到認真的 你這樣聽得懂吧 就是說 外國的dating 就有點像說 我們的短暫浪漫 他 就是說這個人 他不會只想見過 他不會想見一次 他可能會想見很多次 可是 他這個時候 還是一個開放的關係 就是應該想說 他這個時候 還沒有被定下來就對了 他還沒有承諾說 我就是只跟你一個人 所以我覺得 因為這樣文化差異 所以其實很多時候會搞的 就是很多台灣女生 跟外國人相處的時候 他就會被搞混這樣 因為外國人的認知是 We are dating 然後台灣女生就覺得說 可是我們在交往啊 你是外國玩卡什麼的這樣 就是很多那種衝突是來自於這邊 就對於那種 雙方的那種理解不同 所以 如果 欸 你有沒有看過一部電影 我覺得從這個電影 你們去看那個例子 會最鮮明 欸 有一個什麼 什麼 生日 就是什麼 在生日都會被殺的那個電影 你們有看過 好像是一個時光機 還是什麼 他生日就一直被殺 對對對 什麼 什麼 記日快樂還是什麼 可以稍微講 你看過那部電影吧 欸 等一下 因為現在我們有網路 可以 對對對 記日快樂 就是 記日快樂2 欸 我看他記日快樂這部電影 他的英文叫什麼 我看一下 對 祝你記日快樂 對 Happy Death Day 你看過這部電影嗎 Happy Death Day 你沒有看過 OK 反正有興趣的朋友 你可以去看他第二集 這樣 他的故事本來就蠻有趣 然後第二集 他有一幕就是那個 主角 那女主角跟那男主角 就是女主角跟那男主角在一起吧 然後跟第三個人講說 欸 這是my boyfriend 然後這男主角說 No we're not 這樣子 那那一幕就是很鮮明的去表示說 這男生的認定就是我們在dating 我們還不是relationship 嗯 就等於兩個人的認知不太 這是個小地方 這是個小地方 對對對 這是個小地方 對 可是他其實凸顯了 美國那個文化跟台灣的文化 跟台灣的文化的差很多 所以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文化 你選哪一種 他都有 沒有絕對的好壞啦 這感情就是一種藝術嘛 所以我們不平斷說哪個好哪個壞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經過了dating的過程 然後你真的跟這個人相處得很好 你在升級成交往關係的話 通常會穩定很多 因為你們是經過非常多磨合嘛 而且是慢慢來 而且你是經過了 欸 你聽過一個詞吧 叫做廢物測試 你聽過吧 對不對 PWA 意思就是說 女生會考驗男生嘛 對不對 簡單來說就是女生會考驗男生嘛 那 其實我們要反思一個東西 為什麼男生 我們在挑選對象的時候 我們也應該要考驗女生啊 其實一樣的啊 某種程度上 我們在dating的過程中 我也在丟很多廢物測試啊 我也在測試說 這個人跟我到底合不合 他能不能夠通過這些關卡 那如果都通過的話 啊啊太棒了 那這個人我想要跟他長期交往 我想要提升我們的關係 所以我會建議 我通常都建議男生這樣子 去獲得關係 因為這樣的關係 那我們回到一個實際的操作 國民就是說好 我如果我是持這樣子 價值觀的一個男生 但我遇到一個可能就是 一翻兩瞪眼的女生 我怎麼去 呃去 也不一定是說服他 我怎麼樣子去跟他磨合 或者是說去做溝通 就他可能他的價值觀認知裡 就是說 要嘛就是情人 不然就是 可能就是朋友 然後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對不對 這個東西就像 就像買股票一樣 你現在碰到的局面是這樣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說 你現在要不就買 要不就不要買 好 那你現在有個抉擇點 你如果經驗夠豐富 然後你覺得說 OK 這個女生 她 她沒辦法 她現在要我這樣做決定嘛 那我如果 現在就做決定 然後 我大概有七成的勝算的話 那你就衝衝看 就是我的意思是說 你剛剛那個局面就是有風險啦 就是說如果 他真的這麼硬 你現在就是得決定的話 那 看你要承受這個風險 還是你覺得說 為什麼我要承受這個風險 那我去找一個可以跟我磨合的人 那我去找一個可以跟我磨合的人 就我懂 你就是 你大概聽得懂一點 所以這沒有辦法的答案 這純粹是 對 你自己就覺得嘛 你自己去評估嘛 就是這個東西 你覺得說這個女生是不是對的 因為 你就有點像是 你要在一個資訊不足的情況之下做決定 簡單來說就是這樣 那 那你就是 看看囉 看你自己囉 那通常 我自己的經驗是這樣啦 只要你 欸 夠有魅力 然後 你有吸引到她 多半的女生 她可能會這樣跟你攤牌 可是 你如果也跟她攤牌 通常她會願意 就是說 繼續跟你Dating 通常 但是 但是就是說 你可能要讓她知道說 我的方向是 交往的方向 就是說 我沒有說 一直要玩 但是 當然這個過程 我還在觀察 你 我確實是對你有好感的 如果OK 我也希望一定下 對 或者是說 你可以甚至可以直接跟她講 我確實是想要跟你走長期 甚至未來有可能會結婚是什麼 可是你看我講的話就是講比較保守 我沒有講說一定會跟你結婚 我是講說 未來我會想跟你結婚 但是我覺得 我們的過程 我還是希望順其自然 不要給彼此太多壓力 了解 等於說也是 也是真誠的去跟她 跟她 看她願不願意接受 是啊 是啊 我們也是真誠的 對對對 沒錯沒錯 其實其實就是這樣 那 那Max在這麼多的 可能 教學或是戀愛的經驗裡面 你有沒有 你有沒有曾經覺得說 欸 很迷失過 或者是很迷惘過的時候 欸我覺得是 大概在 約會者老師 剛起飛的這幾年吧 我們開始有YouTube 然後我們在台灣那個時候 欸 變蠻紅的時候 那個時候 我在認識女生的時候 就是我會有那種 身份的那種認同 我說欸我到底是 約會者老師Max 還是 就是我是那個約會者老師的Max嗎 我是那個大紅人嗎 我是那個網紅嗎 還是 我是一個PUA 還是我是誰 有一陣子有那種 認同 對身份認同 身份認同 到底是誰 那 到後來 我就慢慢的就是 有點像讓自己沈澱以後 就是其實像你看 我現在在講很多東西 我也不太喜歡那種什麼PUA 就是我到後來 我就是 就是盡量讓自己把這種帽子 或者標籤拿掉 我就是Max 我就是Max 我用最真誠的方式 來跟你互動 不管你是誰 那我覺得這個時候的我 才是最舒服的 就是我也不是PUA 我不是 不管我是不是 然後我就是Max 然後我來跟你面對 然後我來跟你面對 因為我跟你講 像現在對不對 可能跟我互動很多女生 我跟你講我現在網路交友 我可能都很難滑 因為滑一滑 女生就說 喔我看過你的YouTube 沒有 對 我的意思是說 就是太多人認識我 所以 我那個時候有一度會有那種認同危機 可是後來走過來 那就比較OK一點 不過我覺得是這樣 就是以前年輕的時候 可能 就是那時候比較澀 那時候就會一直想拔妹想拔妹 可是我覺得就是那個什麼 三十幾歲以後 那個男性激素下降 有用這樣 你就會覺得頭腦 頭腦被還回來了這樣 以前都被GG綁架 然後現在就是那個什麼 身體有還給自己的感覺這樣 你就可以去做很多 就是有更多想做的事情 可以去完成 可以去執行這樣 所以之前我看過一個 那個書寫的很有道理 它是說 通常男生要獲得大成功 都是到三十再四十歲 這個區間 因為三十到四十歲這個時候 比較成熟 然後你體力還有 你還是可以去完成很多事情 所以這個時候的男性 獲得大成就的機率是很高的 我現在會有這樣的認同 我的意思是說 認同這樣的一個想法 那總而言之就是說 我覺得我最低潮就是 我剛剛講 就是開始有身份危機那個時候 可是走過以後 現在就蠻平靜的這樣 無欲則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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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你是 你是怎麼樣 調適過來的 沒有你看 有身份危機 某種程度上是不是代表說 你有欲望 我想要巴著 PUA這個身份 還是 診療室達到這個身份 還是什麼身份 對 當能夠無欲則剛放下的時候 就輕鬆很多 你就心無負擔這樣 所以有時候 我自己都要看我自己的課程 我沒有開玩笑 我自己在看我自己的影片 我都會被鼓舞 你知道 因為人的情緒是高高低低的 可能 我當初在錄這些課程 在做這些課程的時候 我的心理狀態是非常好的 可是我可能在生命的某個階段 心理狀況是很糟的 所以以前的我 反而在某些時候 可以鼓勵現在的我 對 所以 這個也是蠻有趣的一個點 你讓我反思到 就是說 其實 有時候我自己也會看我自己的影片 就是那個 讓以前的我 來鼓勵一下現在的我這樣 等於是利用狀態好的自己 去來 就是鼓鼓勵 或者是療癒 現在狀態不好的自己這樣 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 欸 這趟旅程 就是學無止境啊 感情這種東西 學不完的 就只能 就是包含我也是 持續不斷的學習這樣 然後再分享給大家 那你覺得這趟旅程 你有想過退休的一天嗎 或者是可能 漸漸轉到幕後的一天嗎 欸 可能會去做其他東西吧 當然 這當然是有可能的啊 這當然是有可能 但是 但是就是說 欸 你看我現在其實就是這樣嘛 就是說 我年輕的時候 約會整療室 然後我現在就是 欸 開始交往了 有些心得 戀愛整療室 然後未來 欸 可能 再 過了一些年 可能有新的體悟 我可能會分享新的東西這樣 所以 我很難給你確切的答案 但是就是 我沒有特別說 打算什麼時候退休 就是 我的想法是 我想要 就一路做到老啦 就是說 我不希望我自己停下來 因為 在做這些 因為在做這些事情的過程中 我也很享受啊 就像我 每次實戰課程結束 看到大家獲得成果 或者說我們內部有個英雄榜 就是我們 我們 學員如果成功 他 願意的話 他有時候會跟我們分享 說 欸 Max我結婚啊 欸 Max我怎麼樣 這樣 我們會存在一個 不公開 這不公開 這只有我們自己看得到 一個英雄榜 就是我們以前 到現在 所有學員他們成功的樣子 有時候看了那個 看了那個英雄榜 你就會覺得 很有成就感 你就會覺得 做的事情很有意義這樣 在 在這些英雄榜之中 其中可能有些人 他們可能 當初 如果沒交女朋友的話 可能會變成症結 我們也有很多那種 精神狀態怪怪的人 對他可能 他可能 一些東西 無法開竅 所以整個人就很 反社會這樣 你應該有碰過那種人 常常會 抱怨很多啊 覺得大家都虧欠他 等等的 就是可能 從 從小的事情 這樣子 累積下來 可是 可是我覺得 當我們讓他在 情場上 獲得成功以後 他很多反社會 人格就消失了 很有趣 很有趣 這個東西我覺得 有一句話講得很好 當你成功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世界是公平的 對對對 所以 我是覺得說 我現在回想起來 其實有大概一兩個人 或許當初 如果不是因為我們的話 他可能會去做出一項 症結的事情 這是有可能的 所以 所以就是蠻有成就感的啊 你就會覺得 這份工作真的幫助很多人 然後自己也很享受這樣 所以 希望 未來 可以不管是做 什麼樣的領域 戀愛在延伸 還是可能不同的領域 都希望說 可以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然後幫助更多人 嗯 對 這樣 因為我對Max的認識 就是我一直覺得 你是一個蠻 蠻勤奮的創業家啦 那 因為你自己在 在run一個公司嘛 所以我相信不管都在 約會的領域 還是說 別的你可能 maybe 還會想要再做 不一樣的 嘗試或創業 嗯 就是說這塊 你有想過嗎 還是還沒有想過 因為你自己也提到說 你從二幾歲到 三十幾歲 確實是整個 心態啊 整個有比較沉澱下來 那 你會有更多的餘域 去思考這些 未來的規劃 很多啦 沒有 我跟你講這種 你如果要講 這種奇怪的想法 超多的 太多怪想法 很 就是想開餐廳啊 然後 想選 市議員啊 都有都有 太多了太多 就是這種怪想法很多啊 但是 我還是知道說 有時候 你知道嗎 就是我們講 腳踏實地很重要 就是 你有這麼多想法 你還是從 比較容易實踐的開始 比較好 對確實是 對對對 所以我的意思 可是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想表達的是 我想做的事情 我想做的事情很多 那 只是說 未來會做什麼事情 我真的 我真的也不知道 這個有時候是命運 這很難講 那約會診療室未來有 還有什麼樣子的規劃嗎 你說約會診療室嗎 我們約會診療室 可能未來 我們會想要規劃的是更多 欸 實境的部分 VR 甚至VR的部分這樣 就是怎麼樣 把 我現在是在想啦 這個有點商業機密 當然就是 總而言之 我只能給你一個大方向 就是我們想要 怎麼樣把約會的情境 越生動的帶給我們的觀眾 越好 讓觀眾更有更強的帶入感 對,勝利其境 因為現在約會 約會教學很多嘛 對 文章也很多 可是 很多細節 其實是你要真的去感受 那個分寸的拿捏 那個講話的氛圍 那個語調 那個 我們怎麼樣去讓消費者 感受到這些東西 對 因為我覺得那個對學習都會有加分 所以我 總而言之我給你一個大方向 就是我們想要把VR 這個東西帶進教學 怎麼去做 對 只是說 敬請期待 我們的作品 結合科技的部分 去協助 教學 對 總而言之 就是我剛剛有講嘛 就是更多感官的部分 現在我看到文字 我只能講說 你碰到這個女生 她講了什麼話 你就牽她的手 可是牽她的手 有力道之分 手有長度之分 有時機之分 這些東西你拿捏的好跟不好 有時候都是決勝的關鍵 就是這種東西 就像是那種 為什麼有時候你看 某個人 他講一句話 女生就買單 為什麼你講了就不買單 就是因為很多這種細微的東西在裡面 你沒有學到這些精髓 所以自然 你沒有辦法吸引女生 那我們現在就是在想 我們要透過什麼樣的方式去 包裝一個更新的課程 然後把這些感官的東西都加進去 把這些細節都加進去 讓大家學習更上一層樓 我們優惠整療師未來的計畫 就是往這邊走 了解 好那今天 Max跟我們聊了很多 從優惠整療師 聊到戀愛整療師 包括他個人的經驗 然後還有整個 一些商業模式的想法 那最後有沒有什麼想要 有一些話想跟 就是台灣的男性 或者是還在情場所苦的朋友們 有沒有什麼中固 男性 好 如果是針對男性的話 我想要講的是這樣 就是說現在 男女平權的時代 女生其實進步得很快 而且女生很多這種 女生很多這種資源 女生他們自己會互相幫助 而且 很多女生很積極 像我之前為了學習很多東西 我自己也有參加很多心理輔導 那我就會發現一個現狀是這樣 就是很多心理輔導 心理輔導班有一些是 譬如說要開女生班 或男生班 或者不分性別 你去那種不分性別的班 你會發現說大部分都是女生 男生很少 所以其實女生他學習的意願是很高的 所以女生一直在進步 那我們男生一定要加緊腳步 也要持續的進步這樣 因為你不進步的話 你被女生超越 那以女生的天性而言 女生會喜歡一個比自己更厲害的男生這樣 所以如果你能夠成為很厲害的男生 那你能夠挑選的對象就會變很多 那我覺得會變M型化啦 以後的摺偶市場會變更M型化 所以我會在這邊更積極的呼籲 就是如果你是男性朋友 你真的可以更加緊腳步的去加強自己這樣 才能在這個未來更M型化的情場上獲得成功 只有最後的鼓勵跟祝福 哇 非常中肯 因為我自己也覺得心有氣氣焉吧 因為我現在發現我下班可能去參加一些進修 或是一些meet up 或是跨產業的一些聚會 我發現真的還是女生居多 就是女生會花時間在不管是女生居還是職場的進修上 當然這也許跟我們前面有提到說可能二十幾歲的男性 他比較會比較浮躁 那也會受到一些誘惑 例如說可能遊戲啊或其他的誘惑 變成說我們沒有那麼多心思在自我察覺說 你應該要self-improvement這件事 這一點我滿認同Max講的 好 也謝謝約會者也要是Max跟我們聊了那麼多 那如果之後關於大家有更多兩性的議題 還是說大家有想聽的話題就歡迎來訓 來訓跟我們說 那我們Barnies Talk就下次見囉 謝謝Max OK 謝謝 大家掰掰 Bye ��다 拜拜